江苏女排受益不言谢!借牙主力当炮灰,山东女排黑马不再黑! 浙江举办是具卑视和情合理的,第一领导了中国排球的发展,让中国球迷在本土能看到世界最高级别的排球对抗,认识到自己联赛跟人家有何差距,借鉴理念,对之后的中国联发展起到成前起后的作用。 第二,市具卑视纯商业赛事,也是国际趋势,排球不商业化,职业化,闭门造车迟早会消亡,没有强强对抗,没有球星,谁关注?没人关注就没市场,没市场就没人赞助,指望国家出资半联赛吗?做梦! 人家浙江转转了排球,转转了自己,转到了,不行吗?冠军谁不想拿?水瓶是水瓶,别混为一谈,浙江队不行,换谁去照样被虐? 不服没用,差远了 王孟杰和杨涵与支援浙江,这是事前打成的共识,有合同的,为什么说人家是炮灰?这是明显的诋毁,甚至是侮辱人格 山东这支球队本来是新人队众组合,从青年队调到一队时间短,打好了就是黑马 打不好也正常,因为年轻球队有起伏很正常 现在排名第六,是个很正常的成绩,就这个水平 不要看到开始赢了北京,天津,江苏几个队,都有偶然因素在其中,并非山东真实实力,赢北京是张建章抽风,赢天津还用说吗?假球默契球,还说成什么光鲜的锻炼新人,真好笑 赢江苏是因为张成宁和龚翔宇都没状态,有商家疲劳,所以山东赢球有巧合,有人为,绝非实力使然 江苏受益不沿泻,这是流氓逻辑,江苏招谁惹谁了,山东支援浙江是两队的问题,跟江苏有一毛钱关钱吗?黑人都不会黑,直接上去就咬了,疯犬无人能救了 山东队就是王孟杰和杨涵宇不去浙江,真实实力也是五年开外,这悲疑神吗?早就有这么种人,见不得别人好,狭隘的地狱观念强烈 通俗说,一口咬不到蔡线就急忍,自己没得到利益,就颇富骂街,真是小人见识 这种人认为,自己心仪的球队或球星无所不能,如果去了就冠军了,如果这样如果那样,如果什么? 如果你认为的队或人去了,照样被打得满地找牙,被都找着 不敢承认事实的人,好可怕,不知有人自知有己的人,苟延残喘活两天行了,出来刷什么存在感?无耻 这种人,周围里面是父亲的生产生,我会肯定是非诚勿者 真是最终的 要求 死亲的孩子 这里的女人, Taj小姐 这种人 有什么人,不知我,我们不知你,我们不知我,不知你们 不是为何人有什么人,我们不知你,我们不知我,不知你,我们不知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